基本上你只要獲利超過 它因發放的古期速適的時候 那它就得發放 今年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 所以經濟面肯定是差 基本面都差 所以例如說我覺得在第三季以前都不會好 明年有可能不會配息 對不對 那特別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它還會配嗎 特別股的部分的話 那它會不會配 第一個要取決於它公開說明書裡面 到底是怎麼寫的 這個又很重要又來了 因為其實產業型的跟金融型的話 它裡面的寫法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像金融特別股的話 它可能還要考慮 它的未實現損益的部分有沒有很高 如果很高的話 它就可以不要配發特別股的股息 可是你如果是產業型的特別股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獲利超過 它因發放的股息數字的時候 那它就得發放 所以它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它都是寫在公開說明書裡面 所以其實像剛剛澤青哥所擔心的 確實獲利的部分可能會下滑 可是其實我們在之前看特別股的 因配息數字的時候 大部分都佔它歷年的盈餘 頂多5%到7%左右而已 所以除非它的獲利衰退到 只剩下原本的兩成 不然大部分的特別股 特別是產業型的 應該都還是可以發得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問題不大 只是說投資人都不太喜歡看公開說明書 所以有時候在買金的時候 買了老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在買什麼 這倒是一個比較大的困擾 這還是一個新手建議對不對 MISS Q有沒有什麼 你自己的建議是要給剛剛想要操作 特別股的人呢 我覺得很多買特別股的投資人 他們會以為特別股不會跌 因為剛剛妳講話說它的波動很小 是在那上下15%而已 對 但是還會往下跌嗎 對 也是會波動 什麼樣的情況 其實像它很少跌 其實因為它是一年配息一次 所以照理來說它的理論價格 是應該一直慢慢慢慢 它是按日記息的 是 對 假設說這是一個4%的特別股 它是從除息的那一天 一直累積累積4% 到隔一年的除息日 所以照理來說 它的理論價格是要一直往上 所以波動真的是很小 可是也是會有 因為它是掛牌在股票的市場裡面 所以還是有人在買賣 如果大家一直買 它價格就會上去 如果大家一直賣 它價格也會下跌 是 所以像這一波的話 它也是有整個回檔 大概5%左右 是 上下百分 回檔5% 往上升5% 其實跟毛豬的價格一樣 也是這樣 可是妳要買的時候 就是像 上搜尋引擎上面想說 特別股 它就可以找到相關的 例如說 什麼時候要公開抽籤 不會這樣子發行的日子嗎 一般都是看著財經新聞在 財經新聞 對…因為它就是 要發行前的話 就一樣算重大公告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新聞消息 就會跑出來了 或者是說 你的券償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 提醒你 它會提醒你 因為它也是需要做抽籤的活動 所以你會收到通知 掃描庫拉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